感谢主大家早上好 安奈的弟兄姐妹早上好 我们今天来看撒摩尔基上的21章 我们将它分段是1到9节是一段 10节到最后是一段 这一章的圣经里面 讲到大卫开始了他的逃命的生涯 一路的躲避扫罗 躲避扫罗是因为扫罗定义要追杀他 不惜将他的意图来公告天下 动用军队来追杀大卫 所有的东西都已经从柜底放在台面了 所以大卫没有办法之下就要逃跑 也因着他的太太米家的帮助 他才可以逃过一劫 然后正式开始他的逃亡生涯 但是我们值得思想的就是 在大卫逃亡的这段生涯里面 神到底在哪里呢 这一章圣经很特别 就是这一章圣经 神没有一句话 神好像隐形一样 神好像躲在整件事情后面 究竟神在做什么呢 我们知道如果没有神的允许的话 所有的事情都不会发生 甚至大卫的一条头发都不会落在地上 那神在这件事情上面 为什么好像隐身了一样呢 这也值得我们去思想 我们先来看这段圣经的第一大段 我们先读一到九节 大卫到了罗巴祭司亚西米勒那里 亚西米勒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 问他说 你为什么独自来 没有人跟随呢 大卫回答祭司亚西米勒说 王吩咐我一件事说 我拆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 不要使人知道 故此我已派丁少林人在某处等候我 现在你手下有什么 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 祭司对大卫说 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 只有圣饼 若少林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 大卫对祭司说 实在约有三日 我没有亲近妇人 我出来的时候 却是常寻常行路 少林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 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 祭司就拿圣饼给他 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的饼 只有更换新饼 从耶和华面前测下来的橙色饼 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 他名叫多义 是以东人做扫罗的师牧长 大卫问亚西米勒说 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 因为王的四圣级 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 其实说你在伊拉姑 沙菲利士人格利亚的那刀在这里 裹在布中 放在以弗德后边 你要就可以拿去 除此以外 再没有别的 大卫说 这刀没有可比的 求你给我 大卫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 但是他第一站 就去到罗伯的祭司亚比米勒那里 其实他只是经过那里 没有打算留在那里 他选择了这样一条路线 先去到祭司亚西米勒这里 亚西米勒是谁呢 他是以利的尊僧 撒末尔帮助的那一个老祭司 老眼昏花的那一个 他的真孙亚西米勒 大卫就逃到他那里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想大卫的心态就是 就算他要展开逃亡 他都要先去祭司那里 我想他想去求问神 究竟应该怎样呢 现在我被扫罗这样千里追杀 这个追杀 究竟什么时候会完结呢 我的前路会是怎样呢 在这个时候 我想他都想去求问神 所以他来到这个地方 在明天那一章 我们可以看到 亚西米勒 也向扫罗承认 其实他有为大卫来求问神 所以我相信大卫在这里 先来到祭司亚西米勒那里 想知道他前面的前路 不过圣经就将这一段的记载 就没有写出来 究竟他求问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没有在这里记载出来 我相信应该求问出来的结果 都是告诉他 不用担心平安 但无事神与你同在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啦 有时候我们的人生都会经历一些困难 那我们去祷告去求问神的时候 神可能就是将平安给我们 告诉我们平安的有没有事的 可以的 问题就是当我们知道平安了 我们知道没有事了 我们知道神会在前面了 这些话是不是真的给我们安慰呢 但是路还要继续走吧 追兵也在后面在追啊 那这个平安这两个字是不是就代表 我们可以敌得过这个追赶 我们的千军万马呢 其实这个也是大卫的一个考验 他在这里求问的时候 可能得到的答案都是 就是这样平安了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怎样走他前面的路呢 其实这真的是一个信心的考验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当我们在困难中的时候 当我们有些事情不如意的时候 神给我们平安两个字 给了平安两个字之后 我们的信心又怎样去继续 是不是就可以足够支持 我们前面的路去走呢 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需要经历的一个信心的考验 所以在这件事情里面 神为什么好像引了身一样 其实神都在这里来磨练 来考验大卫 究竟大卫对神的信心 可以去到哪里 还有就是 当这些事情一件一件的 发生的时候 大卫生命当中的 其实他的软弱 都会浮现出来 当这些软弱浮现出来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个时间 或者是一个机遇 来磨练大卫 让这些血肉的软弱 慢慢的一样一样的去除气 我们等一下再看下去 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所以他来到这里 这个亚西米勒就战战兢兢的出来 迎接他 然后就问他 为什么你独自来 没有人跟随你 所以他问的这个问题 就表示在他的眼中 都看见不寻常 为什么你一个人来 大卫是扫楼的军事长 战事长 所以他去到哪里 起码都有一些的心腹 来跟随他 但是这一次 他来到亚西米勒的跟前的时候 是独自一人 所以就连亚西米勒都觉得 这件事情不寻常 为什么会这样呢 所以他就问大卫 大卫就回答 因为王吩咐我 有一件事 王就这样跟我说 我差遣你 委派你这件事 不要给人知道 所以大卫就说 我已经派电少林人 在其他地方等我 我会和他会和了 意思就是 大卫和亚西米勒说 我这次为什么会 自己一个人来到这个地方 是因为我要执行 一个特别的任务 一个秘密的任务 不要给人知道 为王办事所以来到的 所以身边就没有其他人 我一些的心腹的手下 我安排了他们 在另外一个地方与我会和 意思就是 这是一个秘密的任务之行 原因之下 所以一个人来 然后他就单刀指入 你手下有些什么 给我五个饼 或者别样的食物 其实我们都知道 大卫是连夜逃跑 所以他身边什么都没有 他去到这个时候 已经肚子饿了 身上连食物都没有 以前的以色列人 如果走远路 一定会带几个饼 在路上吃 因为不是好像 现在这样这么方便 去到哪里都有 七十一 都有店铺吃东西 吃宵夜的地方都有 但是以前不是 他真的很需要 这些干粮 但是大卫手上 就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就来到 亚西米洛的地方 一方面求问神 另外一方面 要解决他肉体上面 直接的需要 就问他 有没有什么吃的 谁知道 其实就跟他说 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 只有圣饼 这个问题就来了 因为圣饼 是什么呢 圣饼是会幕里面 有橙色饼 这个橙色饼 就是圣饼 在以色列的习惯里面 或者是在律法规定里面 这一些的橙色饼 要不停的去更换 保持他的新鲜 所以换下来的 这些的橙色饼 律法规定 只有祭司才可以吃 寻常人是不可以吃 这个橙色饼的 所以亚西米洛就告诉他 没有啊 我这里没有普通的饼 只有橙色饼 但是他就补充了一句 如果少年人 说指的就是大卫 没有亲近个妇人 就可以给你 大卫就马上跟他说 其实已经有三天 我没有亲近个妇人了 他说我出来的时候 虽是寻常行怒 少年人的器皿 还是捷径的 何况今日 什么叫寻常行怒呢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执行 这个普通的军事任务 就是寻常行怒 都不会亲近妇人 何况我这一次 是要执行特别的任务 秘密的任务 所以就是更加的捷径 更加的没有亲近 任何的妇人 事实上也真的是 他是逃亡 逃跑 可能有米家 垂他下来的地方 走到亚西米洛的地方 他已经走了三天了 我们从这个 蛛丝马迹都可以看见 为什么他一去到 亚西米洛那里 马上就开口 要他拿饼 他没有开口说 你先帮我求问神 真的饿了 走了三天 可能三天都没有 吃过东西这样 所以他真的非常的饿 然后他就将这句话 这番话 讲给祭司 亚西米洛听 就告诉他 他是没有亲近 个任何的妇人 第六节 祭司就拿圣饼给他 因为在那里 没有别样的饼 只有更新 更换新饼 从亚和华面前 测下来的橙色饼 所以这里再次说 那里没有其他的饼 只有将圣饼 更换下来的橙色饼 就交给大卫 给大卫吃 祭司 祭司 亚西米洛手作的事情 如果是按照条文的 文字上面的条例 是不行的 是律法 橙色饼 更换下来 只有立位人祭司 才可以吃 但是大卫 他不属于立位支派 也不是祭司 所以他是不可以 吃这些饼的 那为什么 亚西米洛会给他呢 所以其实 大卫走了三天 走到来这个地方 他应该是鸡汉脚鼻 这个亚西米洛 一看见大卫的样子 应该都会知道 这个人都不知道饿了多久了 当然他就说 因为他是执行秘密任务啊 所以搞到现在这样子了 所以祭司 亚西米洛看到这样的情况 就将这个橙色饼给他 其实是怜悯大卫 知道他有需要 所以在新约的时候 耶稣 去评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耶稣都表示 赞同亚西米洛的做法 看见人的需要 动了怜悯之心 所以这个饼寻常来讲 是绝对不可以 给普通人吃的 但是 看见大卫的特别需要 所以是魄力 魄力来给他的 但是在魄力当中 只有一件事情是 他没有亲近过妇人 就给他了 所以亚西米洛就将 这个更换下来的橙色饼 就给大卫 解决他的 饥饿上面的 极大的需要 第七节 当日 有扫罗的一个臣子 留在耶和华面前 他名叫多义 是一栋人 做扫罗的师墓掌 圣经就突然间 插了这一节进来 通常我们都知道 圣经一插 这些记载下来 一定是有一些事情的 就好像我们看电影一样 突然之间 有一个这样的角色 出场的话 一定是有个伏笔在里面 这个多义 这里讲他是 以东人做扫罗的师墓掌 还要记他的名字 多义这个名字就是恐惧 这个就是使人害怕或者恐惧 这个多义突然出场 其实这个多义 在明天那一章 我们就看见 这个多义 就将这件事情 后来告密 给扫罗王听 甚至起来 杀了祭司亚西米勒 和他的家人 杀了几十人 所以大卫就在这里问 亚西米勒 第二个问题 你手下有没有刀 有没有枪 因为王的事很紧急 我连刀枪都没有带 祭司就说 这里没有任何的兵器 只有你杀 哥利亚的那一把刀 用布包起来 放在以弗德的后面 应该就是那一把刀 杀了巨人哥利亚之后 就好像战利品一样 就放在会幕里面 放在以弗德的后面 作为一个纪念 他说除了这把刀以外 就没有其他了 大卫就说 哇这把刀最好了 没有什么可以比得上它了 你给我啦 谢谢你 你想 你猜当大卫讲话 讲到这里的时候 亚西米勒在想什么呢 OK你要执行秘密任务 所以你一个人走出来 合理 但是你走了三天 看见你疲惫 又肚子饿 是不是真的因为 秘密的任务 所以连饼都不带呢 这个已经是一个问号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任务应该是 非常的不简单 一个这么不简单的任务 刀都不带 姜都不带 你说出来的时候 因为这些秘密任务 很急 但是怎么急 都要带兵器的呀 你就是你想想 尝试来的 就是如果你说 你是军人 现在有要紧急的上战场 你第一件事情要拿什么 就是你衣服都可以不拿 但是你枪一定会拿 武器一定会带的呀 你可以不带件衣服 少带件衣服 但是枪一定不可以不带 就是战场上面执行这些军事任务 武器就是我们的命 你连武器都不带 是不是很奇怪 但是亚西米勒没有问 亚西米勒 就是大卫有求必应 大卫跟他说什么 他就配合 大卫讲什么 他就配合 你说他心里面 知不知道 是有消息的 我猜他应该知道 但是这里 我们还要另外问一个问题 就是 在这件事情上面 大卫的做法 究竟我们应该怎么看呢 他明显是 自己编了一个故事出来 就算你不当他是 就是 也没有 不当他是说谎 其实他就是在说谎 那大卫讲 说谎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隐藏自己 是逃跑出来的 可能他心里面就会在想 难道我会告诉 亚西米勒说 扫罗王要杀我 我现在逃跑 刚好经过这里 你帮我求问神 给我一些饼 有刀就给我一把刀 有没有兵器 接来用一下 然后我要继续的逃跑 可能他心里面就会想 如果我这样讲的话 亚西米勒 要是不帮我怎么办呢 如果他不帮我 再加上 他再走去告密的话 那不是更加危险 所以他就讲了一个 说了一个谎 其实这个谎言 是一个血气的说法 虽然大卫 是被神高谋的人 圣灵在他的身上 大大的感动他 但是不代表他这样 他血肉的那方面 就完全被除去 扫罗都是另外一个的例子 扫罗当年都是 被圣灵大大的激动充满 甚至受感说话 但是他肉体的软弱 仍然在 甚至他肉体的软弱 后来越发越大 越发越大 一直到最后 一发不可收拾 成为今日这样的局面 所以大卫都是一样 虽然有圣灵的恩膏 在他身上 但是他肉体上面的软弱 仍然在 所以当他面对这件事情 面对逃亡 经过亚西米洛的地方的时候 他心中都一样 会有一些小剧场 涌现出来 然后第一个最直接的 其实怎么叫血气呢 就是那个反应 是最快冲出来的 属灵的方法 需要慢慢出来 但是血气 就是不需要 几乎是不需要思考 蹦的一声就会飙出来 所以这其实都是 我们一个学习 我们怎样去 压住肉体血气的 那一个第一时间的反应 然后去求问神 这一个动作 其实是不容易的 对我自己来讲 是特别不容易 张牧师从我很小的时候 就告诉我 他说阿丁努 你一定要对付自己的血气 因为你是非常血气的人 你很容易用血气来行事 意思是什么呢 我的反应太快 就是你问我一件事情 我捧了一声 我就可以想到 三个的解决方案 但是三个的解决方案 都是按照人的意思啊 学气的意思啊 自己的经验啊 这样 但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和神的关系 是会疏离的 因为所有的事情 都是靠自己 你用经验解决 你用知识解决 用自己的意志来撑过 但是这些所有的作为 神在哪里呢 和神的互动又在哪里呢 其实这些的血气 让我们不去和神互动 就用自己的方法 所以在这个时候 大卫都是一样 当他的人生顺风顺水的时候 被萨姆尔高利 去到扫罗的身边 然后杀了哥利亚 然后受万民的拥戴 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由他去到哪里都很顺利 就算要 拿200个菲利斯人的羊皮 做聘你 都完全没有难度 每一场仗 他的大获全胜 手中手做的所有事情 全部都顺利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然大卫所彰显出来的 就是很多的美好 他光明 他醒在光中 他和神的关系好像很好 耶和华与他同在 就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好了到了现在 危难来了 逃亡了 一逃亡的时候 原来肉体的东西 都显现出来 所以说谎啊 用说谎来求 可以脱身 神没有主族哦 神没有出身哦 其实我想 当他的谎言 从口而出的时候 当他用这样的方式 来解决的时候 其实心里面 圣灵的提醒的声音 一定会出现 就告诉他 为什么要说谎呢 我们有时候都会这样 我们用血气的反应 那个反应一过去的时候 其实心中都有另外一个声音出来 马上告诉我们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也是我们的经验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神都要让大卫看见 其实他都是有血肉的地方 他都有很多地方需要对付 需要调整 他都要在这个磨难当中 磨难当中学习 去依靠神 而不是在靠自己的小聪明 不是在靠 这些的小手段 其实大卫所讲的这个谎言 如果世界来讲 就会觉得这是一个白色的谎言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样讲 其实他心里面 也就在想 都是在保护亚希米勒啦 亚希米勒知道的越少就越安全 我们很容易就做这个判断 很简单啊 如果将来 扫罗怪追下来的时候 亚希米勒可以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大卫跟我说的是这样这样这样 我当他是真的 然后就可以脱身啊 这可能就是大卫心中所想的 他讲 他说谎一方面是 简单一点 就是简单一点可以解释 他为什么会走来这里 身上什么都没有 另外一方面可以更简单一点的 就是这个亚希米勒知道的越少 他就越安全 你可以保护他 这个谎言说过去啊 能够一时二了 两个目的都达到 所以就讲谎话 但是如果我们读到明天那一章 我们就看见 亚希米勒 其实就是因为大卫这一个谎言 因为大卫这一个来找他的 结果全家都伤命 八十几个人 就这样无辜的惨死 但是我们又想回头 如果大卫不是用这个说谎话 大卫将真实的图画 真实的事情 讲给亚希米勒听 那又会怎样呢 其实亚希米勒看见他这样有需要的时候 将橙色饼换下来的橙色饼给他 已经违反律法了 但是你就看见 其实亚希米勒对大卫是很好 他对大卫是很有怜悯 其实如果在这个时候 大卫可以修正他的谎言 就告诉他我不瞒你 我坦白跟你说 我是因为这样这样这样被追杀 所以过境 那感谢你将这个饼给我 你还没有到啊 也可以这样去问 不需要将这个谎言一直延续下去 当然大卫选择的是延续这个谎言 我想他怎么都想不到 亚希米勒会因为这样而上命 但是如果相反 他真的将他的谎言修正 将事情告诉亚希米勒听 我相信亚希米勒仍然会帮助大卫 不过帮完大卫之后 他可能有机会逃走 就是大家都逃走啊 你也逃走我也逃走 大卫你也逃走我也逃走 来躲避扫罗 说不定可以捡回条命 都不一定 当然这个就是我自己的推算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会发生 不过问题就是 在这章里面 第七节插入了 有一个叫做多亿的人出现 这个叫多亿的人 其实是一个黑暗的人物 代表黑暗的势力 所以其实在这个圣经里面 我们都看到一个很微妙的关系 就是光明和黑暗 两个势力 两个世界 在这里互相的 来争夺 一方面 大卫有神的高默在里面 保护他 但是同时 黑暗也都不会放过 也会想尽办法 所以连大卫身边的人 所有帮助他的人 他都一并的来攻击 这个亚西米勒都不例外 亚西米勒可以说 在这件事情上面 使得很冤枉 但是他使得这么冤枉 我们都会问 到底神的公义在哪里 所以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告诉大家 亚西米勒是以利的尊生 但是神曾经对以利加 做过一个判断 以利加的结局是悲惨的 以利加的人 是会这样一代一代的熄灭 虽然亚西米勒做了一件事 神 其实神都认可 但是 在以利加的这个审判下 其实亚西米勒都逃不掉 结果他都是难逃 被杀的命运 不过生于死 其实在神的永恒的国度里面 又是怎么看的呢 亚西米勒虽然 在这件事情上面被杀 但是去到新约的时候 耶稣肯定亚西米勒所做的事 所以我相信 虽然他的肉身在这里灭亡 但是 亚西米勒对神的信心 对神的律法 都不拘离的 这样的活泼的应用 我相信他是得救 虽然他的肉身 在这里被杀了 但是我相信 他的灵魂归上天家 而且耶稣肯定 他所做的事情 这已经够了 其实所有的事情 从永恒的角度来看 万事都在神的手中 神在这章里面 好像虽然隐藏一样 但是神隐藏起来的时候 就将大卫里面的 血气的东西都震出来 显露出来 这个显露出来的时候 也让大卫能够更成熟的 去面对自己的生命 帮助他能够胜过 这些的血肉 让他的信心可以夸胜 让他可以更加的来靠近神 我们看下去就会明白 这就是今天这一章的第一个段 大卫逃出来 然后去到得着祭司的帮助 现在他手上有刀了 就杀哥里亚的这把大刀 接下来的事情就更加的微妙 更加的奇特 我们来看后面这一段 第十节 那日大卫起来 躲避扫罗 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 雅吉的臣仆对雅吉说 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 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 不是指着他说 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吗 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 甚惧怕加特王雅吉 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 在他们手下 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扇上面 胡血乱化 使唾沫留在胡须上 雅吉对臣仆说 你们看这人是疯子 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 我起缺少疯子 你们带这人来到我面前疯癫吗 这人岂可进我的家 他拿了那把刀了 继续他的逃往路线 所以那日 都没有担言 那日大卫就起来躲避扫罗 原因是为了要躲避扫罗 所以他就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 这个就真的很特别了 就是你哪里都不逃 你要逃去加特王雅吉那里干嘛 因为你现在这个时候 你去到亚西米勒手上就拿了 杀了 斩哥利亚人头的那把大刀 然后来到加特王雅吉那里 其实哥利亚不就是加特人吗 就是你拿着杀哥利亚的那把刀 回到哥利亚的乡下 就是什么事啊 你就可以看见这个决定是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呢 当然这个决定的背后也都看见 在这个时候的大卫心里面是慌乱的 其实他的恐惧 所以他在恐惧当中所做的决定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有问题的 他在恐惧当中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 就是因为他要为扫罗找一个更恐惧的东西 他躲到去加特王雅吉的手下 其实扫罗最怕就是加特 加特人 因为哥利亚不单只是扫罗 所有的以色列人对加特这个地方 都有三分的敬畏 就是不是必要就不会去与他们冲突 这帮人里面很多的巨人在里面 所以大卫在这个地方 他会觉得对着扫罗来讲 他应该比较安全 因为扫罗不太愿意去这个地方 所以他躲在这个地方 他觉得扫罗都没有什么可能派人来加特来抓他 不过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人认识他呀 加特的人一见到他 雅吉的成仆就说 这个不是以色列的国王大卫吗 在他们心目中 他们已经当大卫是以色列的王了 他说那里的妇女跳舞唱歌 指责的不是他吗 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这个不就是大卫吗 大卫都傻乎乎的 他可能本来想着 没有人在身边 现在可能他的一则各样的东西都改变了 未必其他人认识他 但是他太触迷了 所以他一去到加特的境内 所有人都认得出 然后就指出他就是那个大卫 所以他本来以为他可以进去 笑笑躲在这里的那个事行不通呢 当他的这个计谋行不通的时候 他就放在心里面 而且惧怕加特王雅吉 他都知道麻烦了 被人认出来就麻烦了 那应该怎么办呢 所以他的血气发动 就有另外一个绝世的好记 就是装疯卖傻 就是在城门上面乱写字啊 等口水流在他的胡子上面呢 就装疯卖傻 以色列人和中东人 他们的男人的胡子 就代表他们的荣耀 所以他流些口水在那里的时候 就正常人 因为他们的胡须是代表荣耀 所以是会很好的打理的 所以你看见他流口水在那里 搞得很脏脏的 就是这里就是装疯卖傻 这个加特王雅吉 竟然相信他真的傻了 然后就告诉他 你们带了这个疯子来做什么呢 难道我们的国家缺少疯子吗 还不够吗 所以不要准他进我们的家 就是不收留他 做他的臣仆赶他出去 可能就把他赶出城 虽然这一章里面 神好像没有出场 但是从这个剧情来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 神暗暗地在这里保护着大卫 大卫是神的受告者 虽然现在好像很多事情不如意一样 但是神始终在这里 为他留下一线的窗 留下一个门缝 让他可以走过 因为你想想如果我是加特王 无论你做什么 无论你装疯卖傻 零杀错都不会放过 那是大卫呀 高利亚都死在他的手上 心浮大患来的呀 常常和以色列有冲突 怎么可以容许这样的人出现 今天我不管你什么原因 你落赖来到我的这个地方的时候 两个选择 要不就是将他收为己用 因为他被扫罗王追杀 可能与扫罗有仇 但这个都不是最好的 最上算的就是 趁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杀了他就一了百了 免除后患 但是雅加竟然不是这样决定 所以你看见 其实神都保守 不合理的这件事情 就是如果我是雅基王 我一定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一定会杀掉他 所以在这个不合理的当中 你就看见 其实神在这里保守 当大卫 今天这件事情 说谎啊 装疯卖傻 逃过一劫的时候 其实大卫的人生都起了变化 大卫的灵里面 重新的 他的信心 都更加的提升起来 其实你说他知不知道 他这些是 不好的啊 这些计谋是下策 其实他之后是知道的 这件事情也让大卫的信心 去到另外一个层次 他对神的看法也都不一样 信心也都提升 为什么我可以这么武断的说呢 因为其实这件事情之后 大卫就写了诗篇56篇 诗篇56篇的时候 诗体就讲到 费利斯人 在加特拿着 拿住大卫 那时他做这金丝交予领长 所以就是他 在加特这个地方 被亚籍王这些臣仆 认出 把他带到王的面前 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神经 上马尔基下就说 让他带到王的面前 但是诗篇里面说的是 就是他抓住了大卫 然后送到王的面前 就是其实加特王的手下 都觉得千载难逢的机会 抓住了大卫 不要给他走 然后交给王来发落 但是我想他们发梦 都没想到 王为什么会放了大卫走 就是看见他 疯疯癫癫就放他走 所以其实真的 王的心思在神的手中 润意的流转 但是诗篇56篇 经解释什么呢 第十一节 我依靠神 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这是大卫经历这件事情之后 他写出来的 他说我依靠神 就不用惧怕 人可以将我怎么样呢 就算是落在 加特王的手上 都可以安然无恙 但是肯定不是因为 大卫有什么过人之处 他的装疯半傻 其实很容易 一般人看穿 就算看不穿都好 就当你真的是傻的 他都可以杀了你 有一百个理由 就是一个理由都已经够了 你因为你是大卫 就已经可以杀了 但是 他竟然这样都没有事 所以如果不是神 还是谁呢 也就是说 这件事情的经历之后 大卫能够变得 更加的依靠神 所以 原来这个千里追杀 是神给大卫 一重又一重的磨练和考验 在这些考验的当中 让大卫学习 更加依靠神 神虽然好像隐藏了一样 但是我们要用信心 更加的依靠神 这样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真正的起来 所以弟兄姐妹 我的鼓励 大家 如果你正在艰难中 你觉得神好像向你隐藏 你觉得好像看不见神的时候 我们 都要真的用我们的信心 紧紧的相信 就好像这件事情里面 神好像表面已经隐藏 但是我们要知道 神在这里 所有的事情 神 仍然掌权 所以我们不需要惧怕 这个也是我们信心 一定要有的 这样的时候 当我们的信心 能够这样起来的时候 大卫就可以成为 日后坐在王位上的大卫 神有许这些事情发生 就是要将我们的血气 我们的血肉的东西 都震出来 以至到属灵的 可以在我们里面长存 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 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 大卫 领受从神而来的恩高 要成为国王 但是今天 上摩尔基上21章 所看见的是什么呢 刚刚师哥说 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 好不好 这个时候我们都去思想 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应许 是什么呢 大卫 他被神高利 要成为以色列的王 我们过去 可能在先知导告福斯里面 我们都领受 从神而来的依许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无论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侍奉 我们的工作 但是 路不是就是这样一帆风顺 今天看见很多的不如意 牧师一开始跟我们说 神在哪里呢 整个21章 神在哪里呢 同样 今天在我们的环境里面 神所给我们的应许 无论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事业 或者我们的侍奉 是不是同样 这一刻 你都看不见 神的手 到底神在哪里呢 牧师提醒我们 这次信心的考验 在这个动荡里面 在危机里面 就显示到 我们里面 人的学期 我们的反应是怎样 我们用什么方法 去面对这一切 好不好 这个时候 我们都去思想 求圣灵来光照我们 我们是不是同样 用人的方法 用很多的谎言 很多的学期方法 用自己第一时间 想出来的 快快地去搞定它 我们是不是在 恐惧里面去做决定 就好像大卫一样 说要去躲到 家头往雅籍那里 想着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用人的小聪明 求神来光照我们 你到上一次 讲谎话 是什么时候 圣灵这一刻 你来到我们当中 抓我们成人 很多时候 在事情 不是按照我们 所想的时候 我们里面 就会很慌 我们会第一时间 想一些方法 去处理 很容易就会去说谎 或者 用一些很人性的想法 一些小聪明 但是今天 你再一次来提醒我们 再一次来认定你 虽然 环境好像你没有在这里 但是你一直都在 这只是一个信心的考验 你要来帮助我们 在灰热的里面 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血气 让我们能够在当中 认识自己 也都要将我们的眼目 转向你 大卫在威烂的里面 他做了四篇五十六篇 神啊 求你怜悯我 好不好 让这个四篇 都成为我们的祷告 神啊 求你怜悯我 我惧怕的时候 要来依靠你 我依靠神 我要赞美祂的话 我依靠神 必不惧怕 好不好 这个时候 我们将我们的惧怕 向神去述说 我们每个人 都为自己来祷告 有些什么样的艰难 你现在所面对 是一所害怕的 也有什么样的应许 是你迟迟没有见到实现的呢 让我们带到神的跟前 求神来帮助我们 不是在学期里面去反应 求神帮助我们 信心的依靠 用神的方法去回应 主要我们来到你的跟前 主求你帮助我们 主要是的 应许很多 都好像没有见到实现 甚至说 实话都没有见到一撇 但是求神你来帮助我们 主要我们定义 要来依靠你 主要你帮助我们 不要在学期的里面行事 不要用自己的方法 主要当大卫被高利为王 但他的路一点都不好走 主要我们承认 主要你所应许的 好像一重一重的三 好像很难去达成 但是今天 求你来帮助我们 主要我们不要放弃 我们更加不要在 艰难的里面 用自己的方法去处理 神让我们来仰望你 你来帮助我们 更深的学习来依靠你 不要在学期的里面 主要你来更新我们 主要在这一切的艰难里面 我们确实地看见自己的软弱 但是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一直都没有离开 主要求你来帮助我们 求你来怜悯我们 在一切的艰难里面 主要我们不要是惧怕的当中 在艰难的里面 我们要用信心来认定你 拉走我们的恐惧 主要我们在你的爱的里面 去领受你的平安 不要在恐惧的里面做决定 主要我们要相信你 我们要来赞美你 你是那位不离不弃的神 昔日 你怎样给大卫应许 借着直到实现 我们相信 你今天给我们每一个人 生命里面的应许 都必然要成就 祝你帮助我们 紧紧的来跟随你 不要去放弃 也不要用自己的方法 圣灵你来帮助我们 你来帮助我们 更新我们对你的细心 拉走我们的血气 做我们来仰望你 神啊 我们来到你的跟前 主要大卫这条路很不容易 主要在殷许的里面 这条路觉得好漫长 主要在我们的当中 很多的弟兄姐妹 这一刻可能同样 在一个低谷的里面 在艰难的里面 主要当我们看见大卫 我们知道 原来我们不是孤单 主要我们回想耶稣的生命 同样都有这样的经历 很多的不容易 但是神里的应许 是真实的 主要你的同在 在当中的 主要我们用一个 不一样的眼光 来看我们的艰难 主要这一切 是信心的考验 是一个事件 主要求你来帮助我们 去做打 我们不是用自己的血气来做打 主要我们要来寻求你 主要我们定义 要来赞美你 定义用信心来跟随你 主要我们选择要依靠你 主要我们不要在恐惧里面做决定 主要我们要来求问你 主要我们要来跟从你 主要我们感谢你 借着承导 你要再次来提醒我们 要来帮助我们 做对的抉择 也都来帮助我们 好像祭司亚西米勒一样 不是在律法的里面 都可以在一个怜悯的里面 去做决定 主你来帮助我们 见到耶稣在心愿里面 怎样来肯定 亚西米勒 拿出橙色饼来供应大味 主要我们都要 不是在恐惧的里面 而是在怜悯的里面 在爱的里面 不是在律法的框框的里面 要在神你的恩典里面 在基督的肯定 和赞赏的里面 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帮助我们 更新我们 用你的话语 来建立我们每一个 主要我们要进到 你真理的里面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看见亚西米勒 虽然他是在 家族咒诅的当中 等于神给伊利所讲 他的后裔 所有的后人 都要死于中年 没有一个的老年人 很不容易的 一个家族 但是亚西米勒 他行在真理的当中 行在神的怜悯的里面 等于牧师所讲 相信当耶稣都这样 肯定他的时候 他是得救的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等于刚刚主从牧师 所提到的 我们的代代平安 壮在家族 家族咒诅的里面 但是我们怎么选择 走我们的路 很重要 求神都来帮助我们 不是在恐惧的里面 不是在律法的里面 而是在真理的里面 在怜悯的里面 都能够 成为神所许业的 都是在神的救恩当中 求神来保守我们 为自己来祷告 祝我们来到你的跟前 虽然很多时候 我们在这些问题里面 甚至在家族的里面 我们不知道 上一代做过什么 可能我们都不知道 怎样来祷告 但是我们定义 从我们自己 我们认识真理 我们就行在真理里面 就行在主你的光明当中 主啊 纵然 人生 又高高低低 起起跌跌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要成为 蒙女喜悦的人 在你的救恩的里面 得蒙你的保守 在救恩的里面 得蒙永生 主啊 这是我们最宝贵的 一件事 就是在你的同在当中 在你的月纳里面 耶稣里来保守 我们每一个 行在真理 行在光明当中 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摩尔基上21章 第一节 大卫到了罗巴基斯 亚西米勒那里 亚西米勒 战战战战战战战的 出来迎接他 问他说 你为什么独自来 没有人跟随呢 这一章的圣经 从大卫逃亡到 亚西米勒的那个地方 亚西米勒是神的祭师 但是大卫逃到那里的时候 当亚西米勒一问他问题的时候 他就用谎言来回应 然后就求饼求刀 圣经没有记载 他会求问神 大卫在他的软弱当中 用血气 用谎言来回应 也装疯伴洒 希望可以逃过 这些都是血气的行为 但是经过 这个经历之后 他发现 原来人的血气 是不可靠的 只有神 才是我们的依靠 才是我们的保护 才是我们的避难所 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 这样我们依靠神 原来神的保护 就在我们当中 所以他写出了 四篇五十六篇 但是经过这两件事情之后 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 之后的那几章 我们慢慢就看见 大卫开始懂得 反思求问神 所以原来在患难当中 大卫的信心 更加的坚固 在这件事情之后 大卫看见 原来人的血气 是不可靠的 求问神 才是真正的出路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都要 为自己的生命来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都学习这个功课 血气是不可靠的 让我们都投靠 在圣灵之下 我们要懂得过一个 凡事求问神 这样的生命 如果我们先来求问神 一切的事情 都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不一样的答案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 为我们的生命来祷告 主要求你 世恩给我们 联明我们 让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 主要你打破我们血肉的 一切的反应 主要让我们 当我们遇到困难 遇到事情的时候 我们懂得先来寻求你 而不是先让我们的 学习方法 马上的跳出来 去寻求解决的方案和答案 我们不要再依靠经验 我们也都不要再依靠 人给我们的建议 主要我们单单的 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要懂得去寻求你 因为寻求耶和华的 一样好处都不缺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扩张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有一个 这样寻求的生命 祝我们 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Am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